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亲自发请柬确认的宾客只有你们 其实这个荒岛寻宝活动我只是承办人 真正策划活动的是我的师伯 他因为某些缘故不便亲自出面 所以就借了我的名义 宝藏猎人和其他宾客都是我师伯安排的 活动流程、宝藏图设计和岛上的布局 也都是我师伯负责的 那船上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都是合印的员工吗 都是合印娱乐的员工 毕竟我是承办方 诺斯塔岛和这艘游轮 都是我的私人财产 那在所有参与者上船时 是否都确认过身份 所有人都和请柬逐一进行过确认 没有冒名顶替的 不过 有些宾客是带着亲友一起来的 他们亲友的名字没在请柬上 这部分人的身份还在确认中 他不是 我师伯名会田宇 是专门经营户外运动用品的 旗下有很多知名品牌 商业性只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 田伯伯一直都很喜欢 寻宝探险之类的故事 只是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做 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 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他病好后就坚持要办一场寻宝活动 想要真正当一次宝藏猎人 没错 其实田伯伯本来也想买这个岛的开发权 只不过恰好被我抢先了一步 所以呢 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当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和赞助商了 有句话叫商场无父子 你们有钱人抢起东西来 还真是不讲清明 我当时又不知道田伯伯的打算 不然我就让给他了 我又不差这一座岛 明天要上岛 所以工作人员今晚在抽样检测终端的状况 被抽样的终端在运转一个小时左右后突然损坏 工作人员发现电路板被腐蚀 就猜测是有人做了手脚 排查后发现 有近半数的终端都被人动过了 有问题的终端里都有这种小盒子 里面的粉末会随着上下运动逐渐漏进机器中 这些白色的粉末 我已经让人做过检测 是氢氧化那 氢氧化那有很强的稀释性 浴水后会形成腐蚀性溶液 岛上空气湿度大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一点 来破坏终端内的部件的 监控是有的 但已经被人篡改了 篡改 监控录像被抹除或者拼接了吗 是凭接替换 有人用一段仓库正常状态的录像 替代了仓库被闯入的录像 被修改的是哪个时间段的录像 是今天白天的 那段用来替换的录像 能查到拍摄时间吗 初步判断 就是今天破坏发生前的正常录像 看来 整个破坏行动 就发生在今天早上了 附近巡逻值班的工作人员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接近仓库吗 那么这个嫌疑人 应该是清楚邮轮上的人员安排 和值班时间的 不排除是内鬼 如果嫌疑人的目标仅仅是活动的宝藏 那事情就简单了 就怕他是另有图谋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试想 若今晚工作人员没有发现 终端被破坏 那事态将如何发展呢 活动中 终端发生意外损坏这类情况 是早有应急预案的 船上的终端数据监控器 会实时关注所有人的终端定位 如果有终端的信号消失 监控器会立刻报警 工作人员会以最快速度前往信号消失的地方 给参赛者更换备用终端 或是进行救援 可如果同时大规模地发生终端异常 恐怕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吧 倒上的情况会因此变得很混乱 宝藏猎人们是为谋略而来 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性和对抗性 本就很强 如果出现了不在主办方监控下的真空地带 会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黄金或者说活动奖励之类的物质财富 也许只是混乱掩盖下的目标之一 诸位啊 事到如今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们倒是都说说 各自上岛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们下岛的理由